陈兰终于忍不住舒然转身,眼睛盯着龙泉安主 安主,你这是威胁我 她往前踏了一小步 陈兰虽是女子,可也经历了不少事情 若是安主以为,凭一首诗便能拿捏我任缘任辩,那就大错特错了 不是危险,只是邀请 也许贫妮言语过激,只是有些事情,县主现在能躲开,却未必将来就能躲开,还请县主三思 尽管感情和理智的选择截然不同 然而注视着龙泉安主,陈兰最终还是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去 而看着陈兰从月亮门那边离去,龙泉安主不又轻轻叹息一声 也不知道是惋惜还是失望 她转身,默默收拾风炉和茶具 又把腕上的铁环往上拢了拢,突然头也不回地说道 都已经过去百年了,沧海桑田 纵是源头真是一样的,如今也已经拿不准了 也许吧,咱们这些人,除了你我和那个家伙,有谁记得源头 说话的声音有些低呀,人影也是藏在大树的阴影之中,看不见头脸 与他们来说,掌握大权将来荣华富贵就行 与我们来说,哪里比得上心头的恨呢 说完这话,他也扭头看那月亮门的方向 脸上先是流露出几分讥笑 随即又微笑起来 这个年轻的侯门千金,身上似乎是有秘密的 千步狼外,锦衣卫后接 这种人少的地方,素来会让人产生一种窒息感 此时此刻,策马走在前头的杨靖州,却是泰然自若 而一贯大胆的秦虎,却觉得心中发毛 大人,这么晚过来,都让人看见,还以为咱们鬼鬼碎塑 不如改天再来吧 白天各处事务多,从明天开始 就要在城外神机营的营地待上十天半个月 哪还有功夫啊 杨靖州头也不悔的撂下这么一句 也不去理会身后秦虎的哀声叹气 到了那小小的后门前就跳下马来 上前抓住门环扣了几下 踩几下,那门就猛的被人拉开了 探出来一个头发斑白,脸色刻板的脑袋 那人缘要呵斥 借着秦虎提着那灯笼认清来人 历史挤出一个笑容 哎,原来是杨大人 自从您掉到别墅之后,这还头一回吧 欧阳督帅听说您要来 特意拆人去浇米巷订了夜宵呢 您快请吧 欧阳督帅办事还真是滴水不漏 竟然让你这个千虎来看后门,你也不怕耽误你在南亚的营省 哎呀,不耽误,不耽误,办事要紧 赵狗儿搓着手赶紧否认,又打发了刚刚出来的一个校尉 领着秦虎前去安置,这才亲自的侧着身子才前头带路 还没到屋子前,一个人就匆匆从里头出来了 三两步下了台阶,恰好赶在杨靖州两个人过来之前,向前迎上 正是锦衣卫的指挥使欧阳行 杨靖州原代简化一下李树,偏声欧阳行执意不肯 到底是尽了拳礼又还了半礼,这才进了屋子 而赵狗儿就如同中犬一样,守在外头 那眼睛四下扫着不说,就连耳朵也仿佛像狗一样的竖了起来 屋子里,欧阳行看到杨靖州那公事公办的表情 就压下了原本要寒暄两句的打算,亲自到里头搬出几本案卷 直到翻到最后一本案卷,他手上的动作才稍稍一慢 心中有些迟疑,又看了一眼中指的指环,但脸上还是丝毫不动声色 杨大人,且看这个,这个地气已有些年头了 涉及到西江米巷沿街的十几间房子 我也是上任之后才从固纸堆里翻出来的 问了之后发觉谁都没有树木 顺天府那边也查不到案底 杨靖州听着听着就眉头大皱 他在锦衣卫的大半年管的事情是很普通的 抓人,抄家,针鸡,护卫 唯独没有设计过这些食物 所以听欧阳行啰啰嗦嗦的说了一大堆 他忍不住打断他 欧阳大人既说是以前的东西 那便拿去那些在锦衣卫中做事的老军官那 我从前没和这些打过交道 你问我却是问错了人 哎,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是向杨大人您讨主意吗 欧阳行微微一笑 我是打听过 据说早年锦衣卫出外差 常常遇到伤亡等等 这些地器收上的租钱往往会贴补底下的人 到后来就不知怎么的找不到这些地器 自上一任卢一云之后就没收过一分钱 如今仅因为那些老人们要放出去一批 补进来新人 户部的杜阁老偏偏是卡着不肯拨钱 我就只能打这个主意了 要是套用得好 整个衙门安置人手的钱也就有了 这话说的是冠冕堂皇 杨进舟听明白之后当即反问 你既打着这个主意 做与不做自当上走 问我有什么用啊 哎,杨大人 您真不知道吗 这西江米巷里头 可是有一家铺子 是吏部尚书张家的产业 听说杨某一介五人 对朝堂上这些事实 大多是不明白的 欧阳大人恐怕是对牛弹琴了 我明日还要出城 一时半会儿 恐怕无法再理会别的事情 就此告辞 见杨进舟把手一拱 旋即头也不回的向门外走去 欧阳行不由愣住 极致高高打起的门帘落下 又带着一阵风 他立刻是沉下脸来 这个时候 赵狗儿捏手捏脚走进屋子 杜帅 杨大人已经带着人走了 走就走 难道还要我送他不成 见欧阳行的口气极其不耐 赵狗儿赶紧陪笑 要不 为之明天带几个人去顺天府再试试 那位经兆不懂事 吓头的人 所谓经兆便是指的顺天府尹 而少府司马别家则是府城 比起总览大局的顺天府尹 后面一部分撕杂事物 则是更有实权的 蠢货 这些地气 怎么出来的你清楚 而且 那些个人在位子上 一坐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 逼不得三天两头 盖换门庭的顺天府尹 您以为 他们这些老奸巨华的心里会没数吗 锦衣卫刚刚经历了这样的震荡 万一别人不怕 反而捅了出去 怎么办 这馊主意啊 你趁早的打消了 与其走官面上 不如从那些店铺下手 张家的那酒司暂时不要招惹 先从别处下手 夜晚的风是很冷的 晨蓝匆匆的出了那文妙香园 走着走着 就不知不觉 拢住了身上厚厚的披风 随即 他停住了脚步 刚刚心乱如麻的他 竟然没有发觉 应该守在门口的长笛和红鹰 竟然不见了 这个认知 让他情不自禁的 打了个寒颤 刚刚听到的那些话 龙圈安主似乎根本不怕他说出去 三小姐 三小姐 突然响起的呼唤声 让陈兰为之惊醒 他抬头一看 发现那边有人提着灯笼过来 正是红鹰 怎么回事 啊 没事没事 我和长笛一不小心摔了一跤 这时的红鹰身上是破破烂烂的 人也是灰头土脸的 他哪里敢说 自己和长笛紧追慢追赶了一会儿 才发现那黑眼是一只猫 还丢脸的被绊倒在草丛中摔了一跤 这才成了眼前这般样子 当夜一夜无话 离开龙圈安之际 看到龙圈安主照旧是甜淡的带着安内种泥香送出来 仿佛昨夜那一番促膝长谈根本不曾有过 他只觉得心中有着说不出的异样 这一日只是往圣下的四处去上香礼服 又是任床又是有心事的陈兰 因为一夜没有睡好 不免精神萎靡疲惫 于是晚上张慧欣嚷嚷着要休息 而他却出外散步 如今这白日里 他却是随着上香之后就借口撑不中找地方歇了 结果招来了张慧欣好一顿的大剧 只是江氏以自己腿脚不变为由 留下来和陈兰作伴 这会儿 静世之中坐着品名 江氏发现陈兰总有些心不在焉 是不是这两日的行程太辛苦 所以又想熬不住了呀 若真是如此 就不要仗着年轻硬撑 横竖我这腿脚也不利索 不如我去对郡主说 剩下的地方就不去了 谢谢太夫人好意 陈兰一下子惊醒 不是辛苦 而是我认床的习性不好 倒是太夫人 您这腰腿的老毛病是怎么回事呢 虽说陈兰轻轻巧巧地岔开话题 但问的却是自己的老毛病 哎 都是当年坐入落下的毛病 回了京城 全哥给我请了好些大夫 但是都只是说多多敬仰 少些劳累 我呀 就指望你赶紧过门 到时候 就过几天舒心的日子了 江氏平时 是和爱慈善的 眼下这句话 却说得异常认真 太夫人操劳大半辈子 是该好好想想轻浮了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算来算去 就还有三个月 全哥是脸上不及心里急 我是哪都急 什么都急了呀 随着这一声 没头没脑的声音 张慧欣一头撞进了屋子 僵尸的最后一句话 成功地让陈兰心生涟漪 偏偏张慧欣 还不知死活地前来打去 陈兰一时恨从心头起 伸手就在张慧欣的腰间掐了一把 见其一面大笑 一面求饶 又赶紧到旁边蹦开 她就趁着机会站起来 捉住那个手腕 张慧欣见陈兰当着僵尸的面 亦是这般光景 不禁目光一闪 大夫人 你看我这妹妹 这都急成啥样了 我可没说错话啊 你和她刚刚是不是在交心呢 姐姐你还说 从前在宣府见惯了性情直爽的女孩 反而觉得京城这些大家闺秀 不是刻板 就是绞柔造作 所以 江世见张慧欣 却是满脸欢喜 在山上这么连番走动 我这老婆子几乎都睡着了 三小姐在旁啊 险些打盹 哪有功夫交心呢 分明是两个瞌睡到一块了 好啊 还没进门呢 就成一家人了 外头的院子里 打闹累了的陈兰 自是放开了手 见张慧欣 也是一手撑着院中的老柳树 一边喘着粗气 他少不得瞪了一眼 别以为你出嫁了 就尽情地笑话我 惹恼了我 回头 我在我姐夫面前接你的短 看着面色放红的陈兰 张慧欣忍不住扑持一笑 他那股无趣的家伙 才不管这些呢 阿兰 我真羡慕你 你居然在养太夫人面前 这般肆意 我婆婆待我虽好 可我总是站在她面前 就有一股说不出来的东西压着 刚才还在笑闹 此时的张慧欣 却突然露出黯然的样子 陈兰不觉 心头一紧 连忙将那杨怒的表情收了起来 你在家里的时候 是爹和娘捧在手心里的人 所以 无论和说话 还是做事 都是顾具不多的 如今嫁人之后 要守那些规矩 总有些不自然 至于你婆婆 要知道 戴大小姐已经出嫁 难能回来 她见到了言谈甚欢 是自然的 归根到底 你是畏惧她的严格 张慧欣越听 眼睛越大 哇 你怎么什么都懂啊 我还以为 是娘扮成你的样子来提醒我呢 怪不得你和未来的婆婆处那么好 姐妹两个说着说着 就又笑成了一团 好一会儿 等到宜兴郡主和 姐妹夫人一块儿出来 他们才随着一块儿进了屋子 因是重阳之前 就早早定下了 届时的投诉所在 因而 早有宫中派人来 智慧了管事 上上下下洒扫除尘 换上了新的器具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 郑主还没到 却杀出了程咬金 看着那铁塔式的 站在那儿的碍眼大汉 管事的频频扫了过去 心里犯嘀咕 书全倒是惦记母亲 人到外头还把你派过来 只是这边大门说话不便 你先在外头等一等 回头里头安置好了 你才去见太夫人不迟 江市原也是这个意思 见宜兴郡主说了这话 自是道谢不迭 即使到了里面 她就发现 自己和陈兰 恰是住在一个院子 在隔壁 则是宜兴郡主和张慧心 她的心中越发感激 等和秦虎说了几句话 得知儿子 只是把人派来送信 和充当护卫 不禁玩耳一笑 她是全哥啊 当初离铺寻边时 从一群鸭子手中救来的 爹娘都在鸭子那边死了 好在官府皇册上 总有个流荡 这才证明了身份 看着人高马大的 其实比全哥还小三个月呢 陈兰尽管如今比谁都守规矩 但那是因为不愿意 被别人抓住把柄 骨子里却是不是守规矩的人 而姜氏在宣服多年 习惯了抛头露面 对礼数看得很轻 因而闲话之后 末了姜氏又打去陈兰 说今晚就不要再认床了 她索性就笑着说 自己不若挪过来 太夫人 三小姐 红英匆忙走了进来 郡主 郡主刚刚突然有些不好 奴婢邀请大夫 郡主却执疑不肯 说是请太夫人和三小姐过去瞧一瞧 虽说没有经过什么事 可是看到母亲呕吐之后 难过得脸色苍白 张慧欣赶过来之后 仍是手忙脚乱的 只会几个丫头打水找药玩 可临到最后 一心郡主却偏声咬手阻止她回京请太医 她不禁以偿郁闷 因而姜氏和陈兰一过来 她立刻一个箭步冲了上去 好妹妹 你快去劝劝娘 都这样了 她还不让人请太医呢 万一是晚饭有什么不干净的 一活是山上受了风 总得及时医治吧 娘的身子骨嗜好 可也不是铁打的呀 听张慧欣说着说着 已是语无伦次 陈兰连忙安慰了两句 见一心郡主正协议在饮枕上 眉头微微促起 双眼似睡似醒地合着 只有赵妈妈视力在旁边 她就放轻了脚步 又向赵妈妈投了一个征询的眼神 来了 这时一心郡主睁开了眼睛 听到外界张慧欣的声音 渐渐低得听不着了 这才苦笑 幸好请了杨太夫人 知她这等年轻的小丫头啊 否则还不知道她会嚷嚷到什么时候呢 见陈兰一言坐下 她吩咐赵妈妈扶着自己 稍稍坐起来一些 我原是心里有些数目 即日这么一吐 就更加确信个七八分 我嫁给你爹十几年了 自会心之后还怀过一次 那时是遭人暗算 怀了没一个月就小缠了 事后我急怒之下 把家连根拔起 可终究没用了 十几年来 我早已心灰意冷 谁知道 在这种要命的时候 一心郡主没有往下说 可是陈兰又怎会不明白呢 娘 这是真的吗 要是这样 你怎么不对姐姐说呢 她刚刚都急哭了 她的脾气我会不知道吗 一心郡主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我和她爹呀 就这么一个孩子 所以不希望她经历什么险恶 只想叫一个帅真可爱的女儿出来 今天她在轿子里 对我说起了你的那番话 我听着呀 着实高兴 娘 这种事情 本就是当局这迷 旁观这清的 一心郡主摇了摇头 却没有继续再说下去 我的信息向来不准 还是回京之后 皇后和贤妃强压着 请她一开方子 吃过一段日子的药 才渐渐调整了 哎 在这个节骨眼上 顾着这个 其他的事情 我恐怕就顾不上了 陈兰这才明白 一心郡主刚刚为什么 说是要命的时候 我明白您的意思 这些事情告诉了惠心姐姐 只会让她更加担心 只是如今风波已过 您也不必太过忧心 呵 风波已过 你真的以为 过去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辿养